OK 有聲音嗎 好 那我們前面講了一堆概念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一個真正的 比較完整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那個 就是 是一個 當然是一個比較簡化的例子 就是 我們叫這個例子 Coin Clip OK Coin Clipping Problem 就是扔硬幣的問題 那扔硬幣的話 就是 大家可以想像的到說 你可以看說你有多少個正面 跟多少個反面 英文的正面叫head 反面叫tail OK 那 就是說 我們從收集的資料 就是扔硬幣扔過幾次以後 我們要來判斷說 這個 這個coin 這個硬幣是不是公平的 什麼叫公平 就是說 就是說 How biased is the coin 這邊的bias 其實bias有很多的意義 bias一般來講就是 簡單的講法就是說 有多偏 對不對 偏樸 對不對 如果直接英文翻譯是偏樸 那 在這邊 對這句話來講當然是偏頗的意思 就是這邊偏頗就是說 遠離 就是距離公平的距離 就是距離公平的距離 就是離公平有多遠這樣子 那什麼叫公平 就是說你扔出來硬幣 正面的機率是50% 對不對 這應該蠻容易了解 對 那我們這邊叫How biased is the coin 就是說 你離 翻出來硬幣是正面的機率有多遠 OK 那 這個bias 就像我剛剛講說有很多意義 它有 一個意義就像我剛剛講說是偏離 有多偏離 或者有多 這個這個這個 那另外的話就是 就是說 你可以把 也可以把這個bias當作說 這個 underlying property of coming up head 就是翻出來正面的機率 OK 所以bias是有兩個意義的 這邊感覺好像在教英文課 沒有錯 就是你要看這個bias的意義是什麼 代表是哪一個意義 是要看全句的句子 OK 比如說我這邊 When a coin is fair It has a bias of being典符 這邊的bias指的就是翻出來正面的機率 OK 那 這個這個 所以說 Other time the bias the term bias may be in the colloquial sense of a departure from fairness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是距離公正有多遠 這個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這個bias的距離 這個意義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講說head biased 或者tail biased 或者head biased 所以這個硬幣扔出來 你扔出來正面的機率比較高 或者說tail biased 就是扔出來這個硬幣扔出來 版面的機率比較高之類的 所以這邊要讓大家寫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後面會用這個名詞的時候 避免你們有任何的誤解 所以這邊要講一下 OK 那當然你們也可以會 因為可能也會問說 我為什麼要去 就是去關心說 這個翻硬幣這個問題 OK 藉由這個硬幣翻出來有多少次正面 多少次反面這個東西 來估計硬幣是 就是他翻出來正面的機率這個事情 這感覺起來 這跟我們一般想要處理的問題 好像很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正常的問題不會跟翻 不會是叫做翻硬幣 對不對 但是呢 OK 這個喔 這個coin flips喔 它是一個 就是說很多實際生活會發生的這種事情的這種 我們講的surrogate surrogate surrogate就是這種替代代物 OK 就是說 也許 就是說 我們現在講的是這個翻硬幣 但是事實上你可以把這個東西理解成 有一些這個 常發生在我們人 就是說生活周遭的一些問題的分析 會跟這個其實是類似的 OK 那這個我特別刮了一個刮胡寫的 Dick Thomas 什麼叫Dick Thomas 就是二分的 因為翻硬幣是正面或者反面 對不對正面或者反面 所以如果你的 就是說碰到的這種事件 是它的outcome 它的結果只有兩種結果 那就可以用翻硬幣這件事情來 來做 怎麼講 就是跟這個翻硬幣就會很接近 所以當你了解怎麼樣去 去分析翻硬幣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怎麼樣去做 那個那樣子的問題 舉個例子來講 舉個例子來講 OK 有很多例子 這邊 For a given type of heart surgery 就是我們大家知道開心手術 開心手術 OK We may want to know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patients survive more than one year 就是說這個病人 開心手術完了以後 OK 我們怎麼樣定義 一個開心手術是成功的 簡單講 這個病人做完開心手術以後 他如果活超過一年 我們就定義 這個開心手術是成功的 如果沒有超過一年 在這一年之內 他就走了 那我們就認為說 這個他是 這個開心手術是失敗的 當然你可能會argue 你可能會argue說 你可能會說 不對啊 我如果開心手術完了 結果我出去 三天以後 我出去外面路上 被車撞死 你說這個跟開心手術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OK 你要定義開心手術 是不是成功這件事情 你就只有一種方法定義 就是說他活夠久嘛 對不對 當然我剛剛前面講那個 開心手術成功完了以後 他出院三天被車子撞死 這是一個特例 先撇開那種特例不講 就是說 In general 我們定義 開心手術做完以後 他活過一年 這就算成功 開心手術做完以後 他沒有活過一年就算失敗 OK 那這樣子來定義的話 他是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 所謂的Dictomas Event 就是二分法的這種 因為你可以把開心手術以後 這個病人活超過一年 這件事情當做 你單硬幣翻出來是正面的 那開心手術以後 這個病人沒有活過一年 OK 在這一年就走了 這件事情當做 你的單硬幣翻出來是反面的 對不對 這就很可以類比對不對 那這是一個 那這個當然是跟醫療 應該說醫生的這種 這個治病的這種分析 那另外還有很多 譬如說 For a survey question 就是你給人家做問卷 OK We may want to know the probability of agree or disagree 譬如說我們做民調的時候 OK 台灣最喜歡做民調 就是 因為台灣常常選舉 選舉就是 你會說 你支持現在的政黨 還是你反對現在的政黨 OK 通常當然 有一些民調不是二分的 我也要老實講 OK 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 比較像台灣的民調 有一些是 就是說 我支持我反對 可能會有我不知道 就是不表態之類的 甚至有一些是說 譬如說 我非常支持 我小小支持 然後我中立 然後我小小反對 跟我非常反對 然後再加一個 我不表態 就是有分成很細 但是呢 我們撇開那個不講 我們假設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民調 那它就只有同意跟不同意 那在這種情況 你去分析它的結果的時候 就會跟搬運幣是一樣的 對不對 你現在說 你收集到這些民調的結果 假設我們就只有同意跟不同意好了 你現在有這個 100個同意 有50個不同意 那你到底 就是說 你要去估計說 全部的民眾 對現在的政府 到底支持不支持 對 支持這件事情 就可以像是說 我剛剛講說 翻出正面的資歷 因為支持 假設是翻出正面 OK 就是跟硬幣那個類比的話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也是一個類似的 可以類比的問題 那這個在社會科學上面 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另外一個 2 candidate election OK 這個 我剛剛把前面也把它解釋成選舉 所以說這個跟那個剛剛就有點像 但是 這個 它是直接把說 有兩個candidate A跟B 就是說 before the election we want to estimate from the pool we want to estimate the probability that candidate A will win 這個 因為台灣現在都三角都 OK 所以可能比較不適合 在美國可能就非常非常像 美國有這個 拜登有這個 這個 川普嘛 對不對 上一輪他們兩個互幹的時候 拜登贏嘛 那這一輪 他們又會再 看起來又會再選一次 那這個 像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因為像 如果當你只有兩個candidate的時候 那你可以把candidate A當作翻出來正面 candidate B當作翻出來反面 對不對 那這個pool也是類似就是 你要能夠去做估計嘛 哪一個贏 就是說candidate A贏的機率 OK 之類的 然後再來 另外一個 studying arithmetic ability by measuring accuracy on a multi-item exam OK 這個 這個 這個其實是 比較是那種 學習啦 這種題目可能如果 因為我知道同學 其實都是資工的人 那跟樓上的網學所可能比較不一樣 如果說是往學所他們就會在乎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們設計一個東西 讓你 讓你 可能學生先開始先做個考試 大概考出來的成績是多少 然後接下來 OK 再做一次 就是等等 他可能設計個教案 然後給學生學學學學 學好以後 再考一個考試 然後看說學生有多 improve有多少 之類的 那在這個考試 學生就只有對某一種 某一個題目 他就只有做對跟做錯 對不對 所以做對跟做錯這兩個 也是一樣是一個 任硬幣的東西對不對 也是一個二分法 所以這個 這種 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分析 學生學習的這個 應該說學習的結果的分析 也是類似這種 所謂的Dictormous Event 所以只要 如果你在study的問題是Dictormous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說 就是說去討論這種 Coin flipping的這種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類比得到 所以其實雖然說我們 並不是直接去討論這些問題 但是呢 我們討論的那個 這個Coin flipping的問題 其實是有代表性的 當然它還是 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裡面 相對來講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數 對不對 一個Coin 一個變數 然後它只有兩個Outcome 相對來講還是比較簡單的 雖然它其實已經代表了 這麼多可能的應用 它還是比較單純比較簡單的 好 所以呢 OK 那我們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Generize這個Concept of Bias OK 那這邊的Bias是什麼意思 這邊的Bias就是翻出正面的幾率 OK 翻出正面的幾率 OK 翻出正面的幾率 翻出正面 OK 那如果說這個Bias是0 它翻出來正面的幾率是0 代表它永遠翻出來是反面 OK 那Bias 1 with 1就是Coin 就是這個硬幣 硬幣 如果它翻出正面的幾率是0.5 代表它是 有一半的幾率 翻出來正面 一半的幾率翻出來是反面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Theta 用一個參數來表示這個Bias OK 用一個參數就是Theta OK 那我們也可以 就是說 我們要去看說 因為你蒐集 就我剛剛講說 我們蒐集的資料是 你總共翻出來多少次正面 多少次反面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要知道 總共你翻了多少次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其中一個參數 所以我們講說 這個 total number of heads 對不起 N number of ptosis 就是所有的 扔幾次叫N 大N 大N 那 我們 就是說這個 total number of heads OK 我們用Y 我再講一遍 我們用Theta 表示翻出來是正面的幾率 OK 那 大N 代表全部我們翻了幾次 小Y 代表是 我們總共翻出來多少次正面 在這個N次的翻印幣中間 我們翻出來多少次的正面 所以呢 OK 根據貝斯定理 我們可以Specify the Prior Prior就是Peer of Theta OK 就是 你翻出來正面是Theta的幾率 你有多相信它 這邊要小心喔 這邊是你有多相信 翻出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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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這個硬幣 這個正面 翻出來 硬幣翻出來正面的幾率是Theta 你有多相信它 這邊的Theta當然指的是某個特定的Theta值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有多相信這個東西 那Likehood Likehood 就是說 給定 給定這個Theta 給定某一個Theta 就是說 那 你翻出來在N次的 在N次的Trial N次的Trial裡面 你翻出來Y次正面的幾率 OK 這個是它的Likehood OK 想到這邊大家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好 那這個Prior 通常是有一個分佈 跟不 OK 那 我們等一下會 講回來到這個Prior 但是呢 這個Likehood 其實呢 這種Likehood 其實是 大家 高中都會算的一個機率 就是說 如果 如果 OK 你現在就只有兩個Outcome 對不對 正面跟反面 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翻出來正面的幾率 是Theta 那你分了 總共翻了N次 那我問你說 這個Py OK uncondition of Theta 然後你翻了N次 總共翻了N次 它的機率是什麼 這個大家會算嘛 就是 其實就是 C N取Y的 Theta的Y次方 乘上1-Theta 這個是翻出來正面的幾率 N-Y次方 1-Theta 其他數你翻出來反面 翻出來反面的幾率的 N-Y次方 這個是一個 Binomial distribution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嘛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就是 就像說我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現在寫成四字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好難喔 我怎麼看不懂 可是我現在如果跟你講說 這個硬幣翻出來正面幾率是2 3分之2 翻出來反面幾率是1 3分之1 OK 我翻了五次硬幣 OK 出現兩次正面的幾率是什麼 那 你就要把 所有的排列組合都算 都給出來 兩次正面 三次反面 對不對 我剛剛不是講翻五次嗎 對不對 所以你有正正 我用正面正當這個head 就是負當反面好不好 或者我還是按照這個課本的notation好了 就headhead HH tailtailtail 這是一種可能性 對不對 對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這個翻出來head是θ 翻出來head是θ 這個tail是1-θ 對不對 那你有成了1-θ 1-θ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對不對 但是你有不止一種這樣的排列 你有這個head 這個tail head tail tail 你可以點點點 對不對 你每一個其實乘出來都是這個 只不過順序少會顛倒 稍微改一下 對不對 乘出來都是θ的平方 1-θ的三次方 對不對 那這有幾個 幾種 其實就是C5曲2 對不對 對不對 或者說5的階層 除上2的階層 跟3的階層 對不對 那如果 然後乘上呢 θ的這個2次方 1-θ的三次方 或者說就是 那個θ就是在三分之二嘛 三分之二的二次方 乘上1-三分之二的三次方 對不對 這個大家應該高中都會算 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這不會很難 對不對 只不過我們現在 把它寫成變數而已 OK 所以你看喔 它是不是這樣 這邊是n階層 y階層 這個n-y階層再分母 對不對 這就是我剛剛前面那個東西 然後θ的y次方 是不是就是我的θ的平方 我是不是有兩個正面 對不對 然後1-θ的n-y次方 那是不是1-θ的三次方 是5-2嘛 對不對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就是說很容易理解的東西 高中你應該就要匯的東西 這並不是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但是只不過我們現在 就是把它寫成變數 我們叫這個東西呢 叫likelihood 那這個東西在這個機率論 在那個如果你學機率啊 排列組 就是說大學的 大學的可能就會講到這個東西 叫binomial distribution ok 如果你忘記了 你也可以希望可以 稍微回憶一下 那這是一個我想 我所謂的discrete distribution ok returning probability of getting white hat 然後out of n-coin 你翻的n次 拿到y次的這個hat 所以呢 它是你在這裡面喔 注意到你的 那個θ 你的主要的那個考慮點是y跟n 那θ θ可能是一個介於0到1的東西 對不對 它是一個分出來是正面的機率 它是一個介於0到1的東西 但是你的y跟n其實都是離散的 對不對 你總共扔了幾次的硬幣 那你在這dain的幾次的硬幣裡面 拿到y次的hat 這個都是整數的嘛 不但是它是離散的 而且它是整數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叫做 我們叫它是一個 這個discrete distribution ok 離散的分補 ok 就是說如果給定一個fixed value of y θ θ通常是給定一個固定的 因為我們假設給定一個固定的硬幣 給定一個固定的硬幣 我們假設我們翻這個硬幣 不會影響它翻出來正面 所以你翻這個硬幣 翻個兩三次 它翻出來正面的機率是不會改的 它會一直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面的話 你基本上 所以就是說給定一個fixed θ的value 那這個你會變的是n跟y 所以它是一個discrete distribution 離散的分布 ok 好 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譬如說 當θ固定成0.25的時候 那這邊你n假設你翻的全部只有一次 ok 那你當你翻出來正面的機率是0.75 對不對 翻出來反面的機率是 對不起 翻出來正面的機率是 對 是不是 ok 應該說 這邊指的是說 假設你的是正面 你的是正面 我們假設正面的時候就是y等於1 ok 我們給定y一個值 正面的時候y是1 ok 那0的話就是反面 ok 應該說y代表你翻出來幾次正面 對不對 所以y等於1代表你翻出來一次正面 對不對 那y等於0代表你沒有翻出來正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說你只翻了一次 如果你只翻了一次 如果你只翻了一次 那沒有翻出來 就是y等於0代表說 你翻出來 翻的那一次裡面是反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你y等於1代表說 你翻一次那一次是正面 那剛剛講翻出來正面是 機率是0.25 對不對 那翻出來反面是0.75 所以這個比較單純 注意喔 你的n是1的狀況下面 你就只有這兩種 outcome 要不然y等於0 要不然y等於1 對不對 不可能y等於2 那只翻一次 不可能y會跑出來2 ok 然後再來 同樣是這個 這個θ等於0.25 現在n等於2 n等於2 你總共翻了兩次 總共翻兩次 y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1 有可能是2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y如果等於0的話 y如果等於0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你這兩次都翻出來是反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次翻出來都反面 因為你翻出來反面的幾率是0.75 兩次都翻出來是反面 是0.75乘上0.75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 比0.5多一點點了 ok 所以4分之3乘上4分之3 16分之9 對不對 16分之9 是不是比0.5多一點 所以16分之8是一半 是0.5 對 16分之9 所以比0.5多一點 ok 然後全部都是反 全部都是正面的話就是y等於2 y等於2的幾率是 就是0.25乘上0.25 就是16分之1 所以它出來的結果大概比0.1小 對不對 比0.1小在這邊 那翻出來一次正面一次反面 基本上就是0.75乘上0.25 但是要乘上2對不對 如果你學到排列組合你就知道 就是簡單講就是說 一個是先翻出來正面 再翻出來反面 一個先翻出來反面 第二個再翻出來正面 對不對 這兩種組合的結果都有可能是 都會得到一次的正面 那這個結果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N等於4的 N等於4 那你y就可以有 0 1 2 3 4 對不對 那這個我就不細講 那這邊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跟你們講說 ok 它是一個離散的幾率分佈 什麼意思呢 你看喔 我們把0.75加0.25加起來 是不是1 對不對 那你同樣到底 y等於0的幾率 跟y等於1的幾率 跟y等於2的幾率 這三個加起來也是1 ok 在這邊 在這個如果4次 N等於4的話 你現在這4條 應該說這5條 5根棍子 把它加起來 也會等於1 ok 那當然 這一個colum 代表是 類似的喔 只不過現在θ變成0.5 那這邊我就不細講 那這邊是θ的0.75 當然它樣子會稍微不太一樣 但基本上一個很重要的性質 就是說 它把這個 這個把它加起來喔 把它加起來 把這幾根柱子加起來 結果一定是1 因為它是一個機率分佈 它是一個機率分佈 ok 但是呢 ok 這邊我們其實呢 另外一種看法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固定N 然後呢 甚至我們可以考慮 就是說固定N固定Y 固定N固定Y 固定N固定Y 這時候就變成一個連續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θ是連續的 它從0到1都可以任意變化 對不對 但是這樣子的東西 加起來不會是1喔 它不是一個機率 好不好 它不是一個機率 這個就是 注意一下 這邊要小心一點 我們這邊 如果說你看這樣子 一個圖這樣子 就是說給定N 給定這個θ 那你把所有的Y的可能性 最後的機率 所有Y的機率加起來 它是等於1的 這個是 這個這樣子來表示 它是一個機率 但是當你給定 當你固定N固定Y 變化θ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前面講的所謂的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當我們考慮likelihood的時候 它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它 它是連續的 但是它不是一個機率分佈 OK 嚴格講它不是一個機率分佈 因為它 它是連續的 所以它是用積分 那積分起來不是1 積分起來不是1 所以你看 binomial distribution is a reasonable choice for the likelihood 這樣的分佈 是一個 這個likelihood 一個很好的選擇 We can see that θ indicates how likely it is to obtain the hat when toasting a coin 就是反正在正面的機率 那 It's easier to see N的E OK but it's valid OK for any value 這個 請問我剛剛已經解釋過 just compare the value of θ with the height of the bar for y的E 這個我想 這個 我剛剛請問已經講過 所以 if we know the value of θ 如果我們知道 θ的值 然後 the binomial distribution will tell us the expected distribution of heads 就是說 你分 你這個 就是說 正面的 這個分佈 正面 就是翻出來硬幣 是正面的次數的分佈 the only problem we do not know θ 我們其實不知道 θ 我們 我們收集到的資料 就是 你翻硬幣 假設你翻N次好了 你得到多少次正面 是我們收集到的實驗結果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實驗結果收集到的 包含你翻了多少次 包含你翻出來多少是正面 多少是反面 你甚至可以包含你翻出來正面 反面的順序 都可以知道 對不對 這是已經知道的 你收集到的實驗的結果 但是 你不知道θ 對不對 你不知道θ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你可以估計θ是甚麼 你也可以對θ 有個prior 但是真實的θ值你其實是不知道的 OK 真實的翻出來是 硬幣翻在正面的紀錄是你不知道的 OK but do not despair 不要灰心上智 OK 在倍式的機率裡面 倍式的這個統計 every time we do not know the value of parameter we put a prior 就是說當我們 這句話非常非常重要 OK 這句話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倍式資料分析的目的 就是希望收集資料 來幫助我們理解一個東西 對不對 幫助我們理解一個東西 對不對 那簡單講 你如果有甚麼東西不知道 你就給一個prior 然後呢 然後藉由資料 你可以得到它的posterior OK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過 這個prior跟posterior 其實它可以有個倍式機率的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是用離散的東西來講 但是 基本上 這個東西在連續的也是成立的 但是重點是在說 基本上 你有甚麼東西你不知道 你先放個prior 然後到最後 你就會藉由你收集資料 可以得到這個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的posterior 就會讓你更了解這個東西 OK 所以 OK 我們這邊當然是一個 可能的prior distribution 我再強調的是 這是一個可能的prior distribution 這個prior distribution 是我們認為這個硬幣還算公正 還算公正 所以你看喔 它其實是一個這樣子 金字塔型的這種分布 就是說我們認為 它gata是0.5 有最大的機率 當然這個我沒有那麼相信 為什麼我講說我沒有那麼相信 因為它最高 Gata最高 0.5最高 也不過是比0.2再多一點點 對不對 它其實並沒有那麼集中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從兩邊等比例的下降 對不對 等比例下降 到0跟1的時候 機率0跟1的都是降到0 OK 它是一個線性的這樣的關係 OK 那這個喔 其實你可以去估計看看 如果說 因為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prior distribution 基本上是一個機率分布 所以它這些這幾根 它還是離散的 對不對 這還是離散的 我們其實只給 只指定指代每一個 比如0.0 0.1 0.2 0.3 0.4 就是我們還是給它離散的 就真實的cata 就是我剛剛講 cata其實是一個連續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翻出來 是正面的機率這個東西 你可以是 0.83 765 789 順便你講對不對 你可以順便講 講很長一段 對不對 所以它當然是一個連續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這邊要去做分析 OK 我們先假設一個比較簡單的狀況 所以它是離散的 OK 後面我們就會講到連續的情形 好不好 所以我這邊先聲明 這是一個簡化的情形 簡化的時候 我們把一個連續的變數把它離散化 離散化 OK 這個有點像是我們那時候看到那個 美國女生身高跟那個門的那個分布有沒有 我們把它這個把它離散化 有點這種味道 好 好 那重點是在說 這些柱子加起來 對不對 機率加起來何要是必要 好 好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金字塔的一個機率分布 OK 好 那再來 對於每一個給定的貼紙 OK 我們假設我們 對我們要先收集資料 假設我們現在扔出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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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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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扔了這個硬幣扔了一次 然後這個硬幣出來呢 是 所以 所以呢 N等於1對不對 對不對 N等於1 然後Y等於1對不對 這個問題 這應該很容易接受吧 好 然後呢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P OK 這個這個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得到這樣子的這個這個結果 得到這樣子的資料結果 這on condition of theta 假使你知道 翻出來 正面的機率是 theta 那 你翻出來一次 拿到正面的機率 是不是是 theta 對不對 這個條件機率 很顯然是 theta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 那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利用這個東西去算到P of theta on condition of d 其實是 或者說我們現在對每一個這個 theta 不一樣的 theta值 你去算它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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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 這會等於它的 theta值嘛 對不對 這就是它的likelihood OK 它的likelihood就是P of theta on condition of d OK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很好玩的地方了 再來是我們要得到posterior OK 所以我們先有這個 這是prior prior是我們假設的 沒有錯 prior是我們假設的 但是posterior 這是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不是我們假設的 likelihood是我們根據我們前面的假設 然後呢 那個根據這個機率 我們算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算出來 雖然這個算出來 這個事實很簡單 它是算出來的 對不對 好 這是likelihood 那posterior呢 posterior按照背式定理 按照背式定理 是p of theta on condition of d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得 這個東西其實是這樣的 是 因為你們可能已經忘記了 我們上禮拜還講 p 這是 這邊 這個 我們要得到的是這個嗎 p of theta on condition of d 它其實是什麼 是likelihood 乘上prior 除上evidence ok 所以它是likelihood乘上prior 那除上p of d 注意喔 p of d d是給 d是固定的對不對 d是固定的 對不對 d是固定的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說d是什麼 d就是我翻了一次 翻出來正面 對不對 所以d是固定 p of d 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這 它其實是一個 是一個常數 對不對 它其實是一個常數 ok 它其實常 它是什麼常數 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有時候不好算 這會有不好算 所以呢 我剛 我 我們那時候其實有講說 其實呢 我們就只要知道說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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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要跟那個成正比就好 這個 這個東西只要跟這個成這個 這個就是likelihood 乘上prior就好 ok 那個分母啊 分母是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呢 除下去 可以讓這個 注意喔 這是一個 我們叫posterior 對不對 左邊這個叫posterior 對不對 這個posterior 也是一個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也就是說 它和 假設它是離散 它的和要是1 如果連續的話 它積分要是1 ok 當然 這個乘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 你可以得到這個 你可以得到這個 但是有時候它這個分母啊 這個除的這個分母 需要經過積分 它那個積分有時候很難 你沒有關係喔 你不用管它 反正你把它 乘起來得到以後 你把所有這樣的值都乘起來得到 然後呢把它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如果是超過1怎麼辦 你就把它除掉那個值嘛 反正你只要把它變成是 就是合為1就好了對不對 你只要 就是你把那個p of d那個東西 你把它想出 它是一個normalizer normalization 就好了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呢 好我們再回來看這個例子 我們有了prior 我們有了likelihood 那它的posterior就是 我們把prior乘上likelihood ok 這個圖 ok 每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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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 比如說這個 這是0嘛 乘上這個0 出來 這是它的posterior ok 那這個 在這個點 這是它的prior 乘上 這個likelihood 那你會得到 這個 這個 當然這不一定是剛好是這個 所以你得到某個某個 全部都得到了對不對 然後呢 你把它全部加起來 如果不是1 你就把它除掉 除掉 假設加起來是 隨便講假設2好不好 假設2 那就要每一個 每一個的值 除上2 就好了 因為這樣就可以保證 它加起來是1 ok 那這個就會變成它的 所謂的posterior ok 數學上就這麼簡單 ok 所以這個就是最簡單的被釋資料分析 ok 離散的最簡單的被釋資料分析 那 好 那我們回頭過來看一下 回頭過來看一下 我們就是當你們了解它後面的數學 我們回來看一下直觀上是不是合理的 你們看一下喔 我們一開始 我們假設它的prior是像這樣子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粗略的相信它是公正的 對不對 粗略的相信這個硬幣是公正的 對不對 沒有那麼相信 但是我們粗略的相信 其實我剛剛講它不是很集中嘛 並不是那麼集中 但是基本上最高的地方是0.5 對不對 所以我們粗略的相信它是公正的 但是呢 我們扔了一次 它是正面的 所以呢 是不是我們要對我們那個前面的pire 做一些修正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 它的posterior是 你看喔 它最高還是0.5 但是你會看到說 它 它往這邊的機率變高了 有沒有 這邊的機率變低了 對不對 這很合理嘛 對不對 因為你收集到的唯一的資料是 是正面 對不對 所以你理論上 就是直觀來講 你就是應該覺得說硬幣 翻出來正面機率 應該要調高一些嘛 對不對 直觀來講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再講一次 倍式資料分析 就是把你的直觀 把你的直觀 數學化 把你的直觀數學化 或者說它其實是 它的數學化的結果 跟你的直觀是吻合的 ok 那 當然你可能會argue 你可能會argue說 這個prior 這個prior 是我們假設的結果 對不對 你說我們怎麼知道prior是什麼 所以這邊很小 這邊很 要請同學注意一點 就是說 prior基本上是一個 你可以講說是約定俗成 或者說人家大家公認的東西 ok 如果譬如說 這是你在你在講一個科學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東西 就我剛剛講 這個是一個 如果硬幣 它是從鑄造局拿來的 那你就是應該要把它弄得 比較相信它是公正的 對不對 如果你從一個 魔術的這種 這種道具屋拿來的 那它就應該是比較不相信 那不相信 那你當然可以把它變平的 對不對 就是所謂的flat prior ok 然後讓資料來決定 它應該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看 所以這個概念有了以後 好 那我們當然 我們可以去逼近 我們可以用離散來逼近延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我剛剛解釋的 所以我就跳過去不講 這邊其實你看 這個就是我剛剛那個 金字塔的那個樣子 ok 然後呢 下面這個圖 是我扔了四次 然後呢 拿到了一次的正面 對不起 這邊的z 就跟我剛剛前面的y一樣 因為我們 因為圖從不一樣的書上拷貝來的 所以這邊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邊的y就是z ok 因為這邊z就是y ok 那 那 所以呢 ok 它的likehood長這個樣子 不對啊 這怎麼看起來不像一根一根一根的 那是因為我們的θ 我們把它切得很細 我們θ切很細 同樣道理 我們的prior也是切很細很細 就是我們不是只0.0 我們事實上這個喔 我們把它切了 如果沒有記錯 我們切了 不知道是1000還是1萬 所以它 雖然它是離散的 我們剛剛前面是切11個點 就是從0.0 0.1 0.2 0.3 0.4 一直到1.0 所以我們只切了11個點 但是我們這邊其實切了 應該有切一萬個點 就是從0.0到1.0 我們切了1萬 ok 所以它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密實 但它其實還是離散的 只不過它畫出來看起來像連續的 ok 這不要被騙了 它還是離散的 然後呢 ok 那同樣道理likehood 我們切的比較 因為我們切的比較非常密實 所以它看起來像連續的 那你看喔 這個東西乘上這個東西 你得到這個東西 ok 好 然後 這是左邊的 右邊呢 這是它的prior 你說欸老師老師這兩個prior不一樣 不好意思這兩個prior其實一模一樣 只不過你y的scale畫的時候 畫不太一樣而已 它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不要被圖片了 ok 它只是y的scale畫的不太一樣而已 這邊的yscale畫的比較大 你看到這邊就0.006了 ok 這邊呢 這邊是0.0015啊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scale是比較 比較細的 所以它這個看起來比較高 那這個scale比較大 所以它看起來比較矮 那它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ok 為什麼說它一模一樣 你就從一個地方看就可以知道 這個叫做HDI highest density interval 這個我們現在還沒講 我們後面就會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你看一下這個HDI 通常這個HDI有很 它代表很多事情 但是你看這個HDI HDI是一模一樣 0.12 0.888 0.12 0.888 一模一樣 然後它也是線性的 線性升高 線性加降 到0.5的最高是最高的 ok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prior ok 所以不要被誤解 ok 這兩個是一樣的 好 那左邊的content 右邊的content有什麼不一樣 有 有不一樣 我們的資料不一樣 左邊我們扔了四次 這四次有一次是head 對不對 三次tail對不對 那右邊不是喔 右邊我們扔了四十次 我們扔了四十次的coin ok 這四十次的toast裡面 有十次是head 也有三十次是tail ok 那你會發覺說 它的likehood做出來的結果 ok 那likehood這個公司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這個likehood的公司 就 就這個 沒什麼不一樣 ok 當然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N變大了 Y也變大了 對不對 N跟Y就變大了 但是它的ratio是沒有變的 ratio就是 四次翻四 翻四次有一次是正面 這件事情 這個ratio這個比例是沒有變的 ok 但是因為你搜集到比較多的資料 所以很好玩的一點是 你可以看到說 ok 它的likehood 比較集中有沒有 比較集中 我這邊其實可以跟你們量化 就是說你看喔 這個地方最高的點 其實發生在0.25的地方 這個最高點差不多是0.25的地方 左邊這個 這個likehood 最高點發生在0.25的地方 右邊的最高點 也發生在0.25的地方 這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不是那個ratio是翻四次有一次是正面嗎 對 所以你用這個來大概估一下 但是翻出正面幾乎是0.25 對不對 這不會有問題 但是當然你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它資料越多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你對這個事情越相信它 對不對 我以前就講過 你相信它的時候 你會越集中 對不對 越相信 你會對那個值越集中 所以它會對這個 0.25這個值越集中 相對於這個左邊來講 好 那這個結果呢 你看喔 你把這個prior跟liferhood 你去算它pository 它出來 它也會往這邊偏比較明顯 原來這邊喔 這邊你看喔 它這邊做出來 你的prior跟posterior 做出來 你的最高點 原來是0.5 原來是0.5 現在跑哪邊去了 是大概跑到0.4附近 對不對 大概啦 大概在0.4附近 就是它會被往左邊拉 對不對 左邊這個colon 它會被往左邊拉 但是它被 從0.5拉到0.4 被拉了一些些 對不對 但是這個拉的並不太多 對 還不太多 OK 但是右邊 右邊 我們這個prior 並不是很強的prior 那我們有一個很強的資料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lan了40次 這資料量相對來講 是大的多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 我們的likehood是比較集中的 那結果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最高的地方接近 非常非常接近0.25對不對 非常非常接近0.25 這告訴你什麼 資料越大 你是不是越往 資料告訴你的結果篇 這是很合理的 我前面也有告訴大家說 你的posterior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prior and the data OK 就是posterior是那個 就是你的那個prior跟資料的一個 一個 一個compromise 中文怎麼翻 這個 一個 就是說互相妥協的結果 OK 那這兩個 資料跟prior哪個比較強 OK 這邊 這兩個都是 我們的prior都是一樣的 或 這兩個一樣的prior 都是比較weak的prior 比較不那麼強的prior OK 對不對 差別在什麼 差別在左邊資料比較弱 右邊資料比較強 對不對 他們雖然 這兩個資料都告訴你同件事情 兩個資料都告訴你 就是說 翻出來正面的比例是0.25 但是左邊資料比較少 右邊資料比較多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看 他的posterior是不是就會不一樣 posterior這邊是0.5到0.25之間 但是還是比較偏0.5 對不對 因為其實他的資料量並不多 但是當資料量很多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posterior 就非常非常偏向資料告訴你的那個事情 對不對 想到這邊大家可以了解嗎 啊 對了 我怎麼忘記講一件事 真的很重要 我有通過1 有放在那個eClass 請同學上去看一下 OK 這只有兩題 OK 請同學花點時間去做 應該不會太難 對 這只有兩題 OK 一題60分 一題40分 OK 40分那個需要寫一點點簡單的程式 就這樣子 OK 那下個禮拜的禮拜六 我記得是 我設成 好像是3月30號 就要這樣子 OK 請同學注意一下 OK 好 所以講到這邊 大家可以了解嗎 同樣的prior 資料 告訴你的結果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左邊比較弱 右邊比較強 所以左邊比較少的資料 右邊資料量比較多 那這個pursuit就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再繼續沿著這條路 再繼續往下走 你看 這兩個 左邊的prior跟右邊的prior 現在就不一樣 左邊prior很顯然它是比較 非常weak的prior 非常弱的prior 因為它幾乎是平的 對不對 它幾乎是平的 右邊呢 它是非常集中的prior 有沒有 非常集中的prior OK 它告訴你說 等於說左邊啊 你拿到這個硬幣 雖然你不知道 是 是是是是 是這個 它是不是公正 你可能 這個硬幣的來源非常 對它的來源非常存疑 可能它是從 魔術店拿來的 所以你說 我就 一個很平的一個prior 右邊呢 你可能這個硬幣 從造幣局拿來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 很可能是公正的 OK 然後呢你看喔 我們的likehood 在這個邊 這兩個 左邊 扔四次拿一次head 右邊 扔四十次拿十次head 這個 這個likehood 跟剛剛前面一頁 是不是一模一樣 跟這個likehood 跟前面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 然後你看喔 這個flat的prior 乘上 這個likehood 然後做一個normalization 你看喔 它的結果幾乎跟這個likehood 長得一模一樣 有沒有 因為 它的prior 非常的weak 非常的weak 當你的prior 這麼的weak的時候 你的資料 就算你的資料很弱 它也幾乎是 非常 主要的決定了 你的posterior 長什麼樣子 OK 那相反的 當你的prior非常的強 你非常相信它是公證的 OK 那就算是你有很多的資料 就算你有很多資料 你只要有四十 認了四十次只有十次的head OK 你把這個 把它 把它 用被制定理 把它算出來 你看這是你的posterior 你注意到 它對那個公證有開始下降了對不對 它比較沒有那麼集中了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它最高點 也不過移到0.4左右對不對 對不對 它也只不過移到0.4 還是蠻接近0.5的對不對 離0.25還頗有一段距離 對不對 那是為什麼 那是因為說 你有很強的prior 那你當然可以把這兩張圖 跟前面一頁的這兩張圖 分別來看 因為左邊這個 跟下面這一張的左邊這個 是同樣的likelihood 只是prior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 那得到的posterior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到右邊這邊 OK 這個 它的likelihood跟下面這個 下面一張的右邊這邊的likelihood 是一樣的 那當然有不一樣的prior 所以它的posterior也很不一樣 OK 這個同學可以看一下 OK 那這邊就是說 告訴大家 這個prior的影響也很重要 我再強調一次 所謂posterior 它就是prior 你的prior跟你的delta的compromise 那在貝斯資料分析裡面的 在貝斯資料分析裡面呢 prior當然就是一個基率分布 那我們講資料 其實它的體現就是likelihood OK 那你把prior乘上likelihood OK 除到一個 把它normalize以後 就是你的posterior 就是你的posterior OK 我們這邊其實是可以把posterior的close form 把它推導出來的 就是說在一些特別的狀況 這邊我要強調是在一些特別的狀況 我們是可以做這個posterior的推導 OK 我剛剛是不是講說 其實我們剛剛前的那個 就是用離散的去把它盛起來 然後再把它盛出來的結果 然後我們把它全部加起來 然後把它全部加起來 結果把它normalize掉 對不對 得到這個posterior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邊真正 但是我們都沒有真的去做那個積分嘛 因為這個東西積分不好積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一個 你只能講說 我們這個結果 得到這個結果呢 當然它是正確的 我不是說它是錯的 但是我只能講說 它是一個approximation 它是一個b近 一個趨近 OK 一個大概的估計 OK 雖然這個估計已經算很精準 我們 我記得沒說我們就切了1萬點 所以說它是已經非常非常的精細 但是當然 數學上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對它有一個 有一個所謂的crawlstone solution 就是完全精確的估計這樣子 那在某一些特定的情況下面 我們是可以做到這一點 什麼樣特定的情況 OK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prior 如果我們用beta分佈來做prior 然後我們的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likelihood如果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然後它的prior是beta分佈的話 OK 這種特別的情況 就是你的prior是beta分佈 和你的likelihood是所謂binomial 這兩個剛剛好就可以保證 我們可以推導出來posterior OK 那當然 有一些 我只能跟大家講說 不是所有的可能的prior 跟所有的可能的likelihood 都一定可以做這個推導 OK 這個推導 我們有時候叫這個 conjugate prior conjugate prior 就是說 這是特別的一種prior OK 它是可以讓我們推導出posterior 好的 我們看一下這什麼推導 好不好 我們當然 我們如果說用beta分佈來當prior 我們當然先要了解 什麼叫beta分佈對不對 beta分佈長這個樣子 p on theta等於這個 右邊這邊沒什麼特別難理解 beta的α-1次方 乘1-beta的beta-1次方 那左邊這邊這個γ 這是γ γ這個字叫γ 這是那個希臘字γ的大寫 γ這其實是γ分佈 γ分佈 α加β的γ分佈 γα乘上γβ OK 那這個 OK 我們這個東西叫beta分佈 OK 這個看起來跟那個binomial分佈有點像 因為右邊這個看起來跟那個binomial分佈有點像 對不對 那差別在說這個first hand這一塊的東西 OK 好 那 不是這個γ分佈 γγ function 鑽馬方選 OK 好 那 數學我就不細講 那我們這邊 讓大家看一下α跟β在不一樣的極的時候 那個 它這個所謂的beta分佈長什麼樣子 注意喔 α跟β都必須要大於0 必須要大於0 這兩個 這個所謂beta分佈的兩個參數 就必須要大於0 那你可以看到說 當α跟β兩個值相等的時候 OK α跟β兩個值相等 譬如說這個0.5 0.5 1.0 1.0 2.0 2.0 3.0 3.0 3.0 所以它兩個值相等的時候 他們這個突然的圖是對稱 是對稱 OK 是對稱 然後呢 而且老實講 就是說 對中心對稱 OK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當你 應該說 這兩個值越變越大的時候 當他們兩個相等 然後越變越大的時候 它其實是對中間會越來越融起 對不對 就是等下越來越 越來越集中 集中在0.5的地方 對不對 那當然一個特例是 α第1 β第1 的時候 它其實是一個 所謂的 那個 平的 它是平的 這是一個特例 OK α第1 然後再來 有一個觀察 是這樣 就是說 你 那個 譬如說 我們去看說 這個 從左邊到右邊好了 就是說當我們 固定α值 β越變越大的時候 會有什麼星星 你會看到說 那個峰值啊 會往左邊跑 你看 同樣α等於3.0 β從0.5 變到1.0 變到2.0 變到3.0 你可以看到很明顯 原來峰值在這邊 對不對 它變到這樣子 它變到這邊 變到這邊 它越來越往左邊跑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同樣 你看喔 當你固定 β 固定β 那你光看α OK 當α 就固定β α從小變大的時候 峰值從左邊到會變到 會往右邊跑 OK 你看這邊 就看這邊 就是β就是2.0 α從0.5到1.0 到2.0到3.0 就是它 峰值從這邊 到這邊 到這邊 越來越往右邊跑 OK 這些基本的 讓你們先知道一下 結果 就 這個是一個 就β分布的一個性質 一些性質 那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β分布其實 還蠻多樣化的對不對 還蠻多樣化 而且 就是因為你剛 我剛講這個 α跟β的一些東西 OK 你可以 你可以去 藉由改變α跟β去 去大概逼近你心目中的那個prior 對不對 譬如說我希望的prior 是靠近某個值 然後很集中或什麼東西 這個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OK 至少可以逼近它 OK 所以 A gets bigger 那bulk 就是說那個 分布補起來的地方 會move right 就是right wall 就往右邊跑 OK 那 這個 相反的 就是說如果說是 那個 如果B變大的話 會往左邊跑 那 A跟B一起變大的話 那個beor分布會get narrow 就是它們會集中 會集中 OK 那variableA跟B 就是 在β分布 我們叫它叫 shape OK 這也很合理 因為α跟β是控制 這個β分布的 這個shape 或者我們叫AB OK AB 應該這樣講 有些文獻 我們就寫成αβ 有些文獻寫成AB 還是句話 因為我這個slide 是從不一樣的書裡面拿來的 所以有些地方會 稍微 就inconsistent 讓大家也 也跟大家抱歉一聲 但是你知道我的文獻 講什麼就好 OK 這兩個參數 alphabeta 或說是AB 我們叫它 shape parameter 因為它控制了 這個β分布的shape OK 它的形狀 所以 這個shape parameter can have any passing real value 它們必須要是正的 它們必須要大於0 OK 但是它可以是任何值 OK 好 所以呢 OK β分布 restricted to be between 0跟1 OK 所以 在這個 in the same way our theta parameter 所以我們的theta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翻硬幣那個theta 那個theta代表什麼意思 這硬幣翻出來是正面的機率 對不對 那所以theta的值一定要在0到1之間對不對 那這個是不是剛好跟我的Beta分布的 情形是一樣的 對不對 在0跟1之間嘛 對不對 然後再來 OK 這個in general we use the beta分布 OK When we want to model proportions 這個proportions of binomial value 就是只要是那種 就是說這種 這種二分法的 有一個 有一個 有這個 這個 有一個theta OK 那代表一個 一個 那另外一個1-theta 代表另外相反的 一個 就是如果是這種二分法的 這種事件 我們通常用beta分布來 來模 就只有在這個 做這個模型 所以呢 這個beta分布是 就是非常多樣化 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distribution adopt several shapes OK 就是說這個 including uniform distribution Gaussian-like distribution U-like distribution 就是說你看 你要U 你要長得像U的 有長得像U的 你要uniform distribution 平的也有平的 那你要高支分布 這種集中的也有像集中的高支分布 所以它 beta分布還蠻多樣化的 對不對 它可以 它可以 就是說 那個逼近 你心目中想要的 各式各樣的price 當然它還有限制 它還是有限制 像它不能夠 它不能夠 這個 出來是一個這樣子 像兩個峰值 prior可不可以兩個峰值 當然可以 沒有人規定 prior不能兩個峰值 OK 比如說 我說這個硬幣 要不然就是 這個偏正面 要不然就是偏反面 偏正面可能機率是 0.3 偏反面機率是0.3 其他的 share剩下的0.4 所以它會 0.3 偏正面可能 隨便講 偏正面 假設是 0.75 因為比較高一點點 偏反面 0.25那個量比較高一點點 其他的是比較 比較 這樣子這樣子 對 這個是可以的 prior 只要它是一個機率分布 沒有規定說 它不能兩個峰 你甚至可以好幾個峰 是OK 但是 貝拉分布沒有這樣的東西 OK 所以 貝拉分布 它是 很多樣化 它可以 逼近像什麼 ULIFOR分布 高斯分布 ULike 這個可以 沒有錯 但是它還是有受限的 它還是有受限 不是說 貝拉分布可以 推進各式各樣的 所有的可能的 這個prior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貝拉分布 is the conjugate prior for the binomial distribution 如果你的 你的 likelihood是 binomial OK 那 你prior 設成這個 貝拉分布 那 這個好處是說 你可以推導出來 你的 posterior分布 可以推導出來 可以推導出來 所以 這樣子特別的prior 我們就要叫 conjugate prior OK conjugate prior 所謂 conjugate prior一定是針對 某一個特別的 likelihood OK 這兩個一定配在一起 貝拉分布跟 binomial 就是 binomial的likelihood 一定是配在一起 OK 你不會說貝拉分布 你的likelihood是另外一個 那 那 拍謝 你就不能說 當你likelihood不是 binomial 那你就不能說 貝拉分布是 conjugate prior OK 這一定要是一個 特別的狀況 他們是可以推導出來 posterior 我們才叫做這個 這個prior是一個 conjugate prior 好 所以 conjugate prior of likelihood is a prior that when used in combination with a given likelihood 所以他們可以return posterior with the the same functional form as the prior 就是他可以推導出來 他甚至跟原來的那個 那個樣子是一樣的 OK 這個我等一下我們再推導 你就可以看得出 看得到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I'm twisting the tongue 這個 反正這個 這個我就不 我們等一下看你已經知道 there are other pairs of conjugate prior s 舉個意思 normal distribution is a conjugate prior 就是如果你的likelihood 是normal 你的prior is normal 那你的posterior 也會是normal OK 這是另外一組 所謂的conjugate prior OK 那數學上當然還有一些別的 contjugate prior 但是我這邊就 就講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畢竟再講下去 可能就太數學了 OK 好 For many years Bation analysis was restricted to the use of conjugate prior 就是貝斯分析 以前都只能在做這些 conjugate prior 因為沒有辦法啊 不是conjugate prior的 你沒辦法推導出來 你沒有close form 對啊 你就必須要用那個 那個逼近的 對不對 逼近 那你說 我們不是才做了一個逼近嗎 看起來也很漂亮啊 有什麼問題 OK 我們先把這個講完 講到後面 我就會解釋 為什麼那個逼近 在實際的應用上 是沒有辦法去用的 OK 在實際應用上 也是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講到這個 我們前面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沒有錯 你是可以用數值方法 就是我剛剛講說 那一堆很細的分波 來去逼近它 這不會有問題 OK 就是在簡單的狀況 OK 但是應該說 在實際的問題 都不是那麼簡單 OK 那差別在什麼地方 後面再講 好 所以以前貝日分析 就只能解這些conjugate prior 可以解的問題而已 所以就很受限了 所以我們先休息十分鐘好了 好不好 那休息十分鐘完了 我們就來把這個講 什麼事 變成熟 不應該說 這樣的 但是但是我們才能整理 但是我們在rm